朋友们大家好 无论是在我们农村 城里工作还是生活等 各种绳结的用途都相当广泛 那么今天通过这个作品和大家分享 生活中最为常用的五种绳结 第一种 抬钢扣 家里的大钢 油桶 水桶 需要挪动时 因为它是一个柱形物体 不好挪动 来咱们做一个经典的抬钢扣 在上面呢 先做一个半扣 半扣大家都会吧 然后将这个半扣撑开 高空吊筒也可有这个绳结 撑开之后 套入这个钢体之后 我们收紧那两侧的一个绳头 一个简单的抬钢结就完成了 当抬钢扣做完之后 我们需要再做一个杠杆结 这样才方便二人抬起 先讲启动一根绳头折叠一下了 另一个绳头我让它缠绕两周 缠绕两周之后 将最外边的那个绳头向里推进 推进之后 我们拉伸 将杠杆从这个绳尔中窜过 一个非常古老经典的抬钢结 就此完成 非常非常的实用 第二种绳结是一个接绳结 将两根绳头对向方知之后 然后顺时针成圆 绳头玩要这两根主绳 这样缠绕 次数不受限制 它是一个外形极其美观 受力之后相当牢酷的 这么一个接绳结 然后我们收紧一下这个主绳 这样就完成了 它的两端是一样的 当两端都做完之后 我们是让它受力 看一下它的接点 接旦相当牢靠 而且外形极其美观 很多朋友会问了 那你接的是一样的绳子 那平常我们绳子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太一样的 有粗有细的 有扁带还有圆绳 怎样对接 大家看那个 无论它是什么绳子 你就按这个方式 先讲这两个绳子 重合 然后折叠其中一根绳尔 另一根绳尔 缠绕它一周 向前传递一下这个主绳 绳环自然形成 拿起绳头 窜过绳环 缠绕这两根主绳 缠绕完之后 你要做的是 收紧这根主绳 收紧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你想拖车 掉物 还是固定物体 它都是一个非常简单 实用的绳结 受力之后 非常牢固 你想解绳是非常轻松 向前传递住绳 自然开绳 每次绳结分享 都不愿拉掉的一个绳结之王 其实平常我们在想拖车 或者是掉物 在木桩上定点 都是一个非常简单 实用的绳结 注意啊 它叫单套称人结 做法极为简单 从主绳底绕过来之后 再从这里穿过 收紧即可 它受力之后牢固 不会松动 也不会缓结 所以啊 才被广泛流传 被称为绳结之王 那么家中的米面粮食袋 开口使用之后 再次封口太麻烦 只能采用这种季节的方式 记不好了 容易进丛子 还容易洒落一地 来看这个小妙招啊 围绕弹口 先缠绕一周之后 然后再缠绕一周 记住啊 第二周要从 第一次这个绳子下端过来 这里自然就形成了一个 十字节点 然后绳头从下端过来之后 从这个十字交叉点 双遮叠串过啊 此时我们收紧 哎 这样就完成了 看一下 做法简单 接点牢固 想解绳时 最下这个绳头就开了 非常简单实用 喜欢的老铁 赶紧保存 感谢支持